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TVB剧 爱 回家之开心宿地 张景纯解冻后首出活动 老婆吕慧仪爆料 娶学电单车增值 吕慧仪 张景纯 刘丹 汤盈盈等 今日出席TVB处境剧 爱 回家之开心宿地记者会 暑假即将完结 刘丹表示孙女已经开学 而她只负责玩 其他事不用操心 以前开学的是已忘记 现场她唱了一首儿歌 全场鼓掌 早前转英经常迟到被血藏的张景纯 以或解冻重返剧组 但连续三个月没有参与宣传活动 问今日心情如何 她说 同之前一样好开心 大家气氛毛改变 有某出席都无紧要 可能有其他工作 又单引号 剧中老婆吕慧仪一起做访问 表示因开工不绝的张景纯 有几个月没参与宣传 并报她学景电单车 认为有时间增值自己是好 景纯指旅会仪都有电单车牌 一十月她要考录是有点紧张 交车师傅赞她有少少天分 之前她没出席宣传有粉丝写信为她抱不平 她称看到新闻都吓一下 指粉丝不需要如此激动 而编剧有心机发展故事 问她有没有再迟到 她强调一直没有迟到 是误会 被指血藏会否不开心 她说当然不希望再有负面新闻 有时递到报道后之后叫 违避免任何误会 反攻时间方面会再做多一步 会早到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感谢您收藏